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觉得好像同学们没有说出什么同学们真的想听的东西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更好的互动或者反馈 结果没想到现在有这么一个场景 但是我相信可能开始一会儿就有人逃走了 你们如果感到无趣 不是你们所期待的 那么你们就随时离开 我不会受打击的 这点请大家放心 我刚才说假期当中跟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 我的朋友学了一句话 说讲座是件好事 就是老师讲得好同学有说过 老师讲得不好同学增加了自信心 你们就知道太多太多的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复 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呢今天就尝试 大家我们共同去尝试 可以吗 不可以 可以吗 要可能就把这个先关掉 把这个先关掉 把这个先关掉 现在听得到吗 可以 一个是看到同学们这么热烈 我确实有压力 有点紧张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有一个广告 其实我真的不怕讲话 而且我很喜欢面对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 我的可能并不成熟的思考 但是呢 我很害怕广告 因为在广告充满的世界当中生活 我们大家也知道 广告最怕跟食物见面 对吧 一旦跟食物见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实在比那个广告差得太多 那么在座有不少女同学 大家那个看完广告以后买衣服都会有一个失望 都会自信心受到打击 说怎么会看上去那么好看的一个东西 穿在我身上这么不好看 其实并不是你不好看 还是这个东西不好看 而是因为广告永远优于食物 而且我说 其实不在于什么风格的东西 是好看的 什么流行的东西是好看的 我说永远是好看的人穿好看 所以他永远是那些模特嘛 那些最漂亮的人 然后就以了他最好的角度 来这个拍照来进行宣传之后 然后最后我们不幸地遭遇到食物 今天我就落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在广告之后 在大家有了预期之后 来到这儿 你们将面见这个食物 这食物肯定不如广告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 所以呢 希望你们降低心理预期 这样第一 走的人比较少一点 第二 你们对我的满意度可以高一点 好在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就是如果你们极端不满意的话 你们就会极大的增加了自信心 好 那么今天 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年来我的一些观察思考 我对于整个中国社会 文化 今天的世界 我们的未来 尝试进行一些并不胜任的思考 有人说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是一种蠢人的行为 但是我以为 正因为人生不满百 正因为人类是一个年轻的脆弱的生命 极端短暂的这样一种生命 正因为人类与生确实相似而生 我们才有理由关心人类总体 我们才有理由去关心人类的未来 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经常回答一个问题 说你结婚了吗 好 我结婚了 我没有孩子 好像我可以有资格不关心未来 因为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我甚至没有把我的生命 我的基因流传到后世 但是我想 即使相当于地球 这颗年轻的星球而言 人类仍然是地球上 一个极端年轻的物种 那么这个物种要生存下去 要繁衍下去 那么它的未来 和我们每一个人类的个体相关 所以我会去思考一些我不胜任的 也许是太大的问题 好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 或者说我所居的这样一个学科的位置 或者我自以为我在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当中所所站的位置 都是相当具体 而微末的 我在我这个微末的具体的位置上 去试图观察和思考那些巨大的 而从宇宙的角度上看 也相当渺小的问题 我会从我的现实 从我们大家共同深知的现实 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的状态 开始去尝试去触摸那样一些 也许被宣布为无解的问题 也许被宣布为不需要再去思考的问题 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描述 我想昨天晚上 也许很多很多同学和我一样 在电视机前面目击神奇声控 那么那个时刻 我的感受总会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每一次我都会被那些感动了 大家的东西所感动 而每一次感动之余 我内心又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涌动 在侵蚀着和质疑着我 质疑着我这份感动 所以我们从神奇开始 如果昨天大家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 坐在你们的电视机前面 这是电视的秘密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是什么目击者 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内部空间当中 通过一个小的窗口去目击世界的大事件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尽管事实并不一定如此 好 那我们说大家坐在自己的电视屏幕前面 共同目击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了 在我的专业角度上说一个文本性的存在 什么意思 就是屏幕是什么样子的 屏幕在向我们呈现什么 那么大家会注意到 整个的这个神奇升空的过程是从三种试点来呈现 一个主试点是发射控制中心的现场 一个主画面是返回舱当中的三位宇航员 将完成这个太空行走的宇航员 第三个试点是从神奇的内部向外看去 向外看去的试点 对吧 我们看到那个发射 这个看到这个助推器的燃烧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实际上存在着第四个试点 而这个第四个试点是未曾给明的 就是在画面下面有一个蔚蓝色的地球 一个只有从外空间 反观地球的时候才会看到的那个蔚蓝色的地球 于是我在我的 我紧张地目击这个神奇升空的过程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神奇的升空 这一次载人 并且将完成太空行走的这一次的这个飞船的升空 对于中国 对于世界 对于科技史 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同时 很多联想开始出现 我记得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 我得到一个机会去看内参片 当时很多东西要有内部参考片 那么我有机会进了那些混进了 大家看到我长得比较高 我很幸运 我小时候也比较高 所以我可以以我的身高混在成年人的行列当中 钻进只有成年人才有特权进入的那些空间当中 那么我记得我终于有一次混进去 可以看到那些特权的人物才能看到内参片的时候 我有一点失望 我有一点失望 因为它不是一部故事片 它不是一个神奇的 向我展开一个神奇的荧幕世界 它没有给我一个奇特的情感经历 相反它是两部纪录片 一部是那一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另外一部是阿波罗登月 阿波罗登月 那么很幸运的早于当时的中国人 我得以在荧幕上 目击了那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看到人类在月球的空间上 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 看到了美国的宇航员升起了美国的国旗 在月球上升起了美国的国旗 这有一大堆故事我们就不讲了 据说这个宇航员曾经受命宣布 我宣布月球是美国的土地 美国政府宣布战友 而这位宇航员基于他对人类的使命和人类的认同 他没有做这个宣布 好 这是另外的故事 我们展且搁置 我说我想到了我的那样的一段奇特的童年经历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在我内心造成的那种 搅动起了我内心一种巨大的这个向往 巨大的迷惘 巨大的猜测 同时有迷惘 有困惑 有激情 那么同时我又想到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初年 在北京的街头 估计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街头 有一副著名的广告 是IBM电脑的广告 是一个身穿太空服 完成太空行走的一个宇航员的形象 广告词非常在当时非常著名 名穿侠尔叫做不论一大步还是一小步 都是带动世界的脚步 那么回到神奇的现场 我说在那个时刻 我明白中国要迈出这一步 中国要迈出这一步了 于是在这个小小的屏幕上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几个重要的命题开始浮现出来 那么就叫做中国 世界 发展 现代 而在这个背后 是一些不那么令人乐观的话题 就是关于能源 关于环境 关于人类的生存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 究竟鹿死水手 谁将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好 从这样的一个话题进入 我把它提出的问题暂且搁置 然后我们转回到 我在演讲题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的这样一个话题 在2008年初 我接受北大的学生电台的访问 然后一个英语系的年轻的主持人 在访问我之后 跟我谈话 他说我非常羡慕你们 他说你们会清楚地说 80年代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90年代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是这个整个中国当代史上 很多的大事件是什么 跟你们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 他说 而对于我们来说 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生活就是如此 世界就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如此的苍白 我说 大概你错了 大概你错了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命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记忆 我说可能很多年以后你会说 2008年中国办奥运会那一年 我怎样 我怎样 我说 从这段对话我要引出的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真实地去感知 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话 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 中国的每一代人 在近20年当中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都生活在历史中 历史从来没有以如此真切的面目 如此密集的 如此压缩的 如此暴力的 在我们面前呈现它书写的痕迹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说城市 城市空间 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记忆的撰写空间 历史就写在城市空间当中 我们说这条街道 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在这条街道里有哪些历史 在这条街道里有哪些建筑 每一个建筑里居住了什么人 一个城市空间的改变 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但在中国走来 说到今天的北京 你马上联想到的东西是什么 鸟巢 水利方 国家剧院 这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但是所有这些地标性建筑 它们的生命不超过三年 于是 你作为一个亲历者 作为一个目击者 你看到历史在你眼前发生 2008年 一个普通而不普通的年头 我们说它普通 因为每一个年头都是普通的 有人出生 有人死去 生命在继续 世界在变迁 权力在转移 但是权力仍然在运行 可是这个年头又是不一般的 不光因为2008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 也因为2008年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当中 它是假子年 是我们古文明当中的新世纪和创世纪 而2008年的不平凡是 这一年是如此的动荡 是如此的充满了灾难和奇迹 从年初的冰雪豹 到西藏这个骚乱事件 到汶川地震 这种自然的灾难在你这种巨大的毁灭 使每一个人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 生命是何其的脆弱和描性 到奥运会召开 尽管我始终保持着某种坚定和批判的立场 我仍然不能不在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巨大的奇观面前 感到某种的震动 甚至某种的叹处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 在这一年我们的故事当中 显然已经将加上一笔叫做三鹿奶粉事件 再接下来神奇顺利的腾空 顺利的腾空 在此之前还有嫦娥 还有嫦娥 那么一个年短短的一个普通的年头 被如此众多的重大的事件所撰写 我们作为亲历者难道没有感到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吗 所以我说历史以相当的密 压缩的这种形态 相当密集的形态在我们身边发生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都置身在这个历史当中 而且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参与这个历史 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 说过一句比较矫情的话 现在年纪越大越不敢矫情 怕被人家嘲笑 那么我当时说的这句话是说 我不属于那样一代人 就是曾经有那样一代人 比我更年长一代人 他们自以为他们能够书写历史 他们能够改造世界 他们以为他们就是执掌着历史的书写之底 他们有能力重新改造这个世界 我说我没有那样的好情 但我属于那样一代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必须书写自己的历史 每一个人必须书写自己的历史 并且为自己的书写承担全部责任 而随着岁月的过去 我慢慢地意识到 当我们每一个人书 每一个人书写历史的时候 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在书写我们共同的历史 因为所谓共同的历史 就是由每一个个体的生命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历 尽管这个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尽管这个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但是这一滴一滴的水 就汇成了所谓人类 所谓历史 所谓文明的长河 但是我说一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觉 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我们这个急剧发生中的历史 又以一个空前急剧的力度 在抹去历史 再抹去历史 那么我同样做过一个表达 我说在今天的中国 你不需要背井离乡 你已经成了异乡人 比如说我始终生活在北京 我出生在北京 我生活在北京 但是北京我能认识的地方不多了 我是北京的一个客人 我是北京的一个异乡人 我在北京出行的时候 我要查地图 我要查地图 我要指认每一个如此崭新的 生命不超过十年的建筑群 而曾经篆刻着我生命记忆的那些空间 已经扁平化了 什么意思 太简单 我们说历史是一个不断的扁平化的过程 好理论的表述 但在今天你用不着 去了解后结构主义理论 你能够体会 因为我说 我读书的那个中学就在这 就曾经在这 而在我读书的那个中学上面 现在是一座摩天大楼 玻璃木墙映照了蓝天白云 映照了城市空间 映照了达城市的车流 那么我说整个的过程 是一个空前的力度 在抹掉历史和抹掉集 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 像福科所说的 变成了一个渐渐地萎缩到我们的内部空间当中的事实 我们的记忆只留在我们的向策上 留在我们的家族的这个记忆和传说之中 留在我们内部空间的四壁上 其实即使它在我们内部空间的四壁上 它也没有那么持久 因为大概没过多久我们要装修 我们把我们的空间四壁也全部都改掉了 我们把我们曾经生命的痕迹全都抹掉了 讲个笑话 有点话题有点沉重的讲个笑话 可能大家读到过其实是个网络笑话 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说美军对中国发生战争 所以所有美军的轰炸机都满载着这个炸弹 就飞离中国所有大城市 结果所有的轰炸机携带着所有的炸弹 又飞过去了 原因是说炸过了呀 他讲的是什么 大概每一个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都明白 因为所有的地方都彻底的翻街 我还清楚的记得1993年的上海 我也清楚的记得整个90年代的北京 那么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如此巨大的工地的建筑规模 只有战后重建才能有这样的规模 去年今年两次访问柏林的时候 然后柏林的朋友都会告诉我说 说那个 说柏林有一个 是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的嗓子太大 其实可能不应该咬它 好了吗 那我刚才讲说 访问柏林的时候 他们会说 在柏林有一个整个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 西欧最大的建筑工地 西欧唯一的建筑工地 就是原来柏林墙所在 换句话说 除了柏林墙倒塌 两个统一 这么巨大的历史变迁 已经不可能在欧洲的一个城市当中 造就一个巨大的重建工地 可是我们整个中国 每一个城市 都是以巨大的规模经历了重建 经历了重建 不解还不解如此 我们说这是在外部空间当中 在整个记忆 应该记忆着城市 应该记忆着历史 复载着历史的城市空间当中 好 那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刚才我说 北大的同学对我说 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苍白 觉得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 多姿多彩 我看到下面有几个同学点头 好像有共鸣 我想除了一个永远存在的原因 那么就是青春的彰晃和青春的自卑 因为你们还年轻 你们觉得自己的生命苍白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仅拥有现在 还拥有未来 除了这个共同的原因之外 我认为这种苍白之感 还来自于一个无形的巨大的 我也以为是暴力的改写力量 那么就是他们以一个共同的价值 以一个全球截然的价值 悄悄地改写了 轰毁了 重建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的价值系统 于是整个世界的人 整个地球上的人们 似乎突然被驱到了一个单行道上 这个单行道的尽头 只有一个路标 叫成功 其实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成功者与失败者 这是相当特殊的美国的意识形态 在美国有一句话是最恶毒的 骂人的话 超过所有的脏字 超过所有的三字经 就是You are a loser 你这个失败者 这是最恶毒的 最肮脏的 最狠毒的 因为成功与失败 是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但是今天 它却成了一个 为全球所分享的意识形态 为全球所分享的意识形态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西方的主流的社会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 已经研究过说 现代世界 现在世界 现在社会结构 越来越像一场马拉松 开始的时候 是成千上万人在起跑线上 最后是越来越少的人 留在跑道上 更少的人拿到警调 好 我们先不去讨论 或者说批判 这样的一种单一化的价值观念 单一化的意识形态 单一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 我们只是说 这样的一个暴力的内在的感谢 造成了我们生命的内部的匮乏 它使得太多太多的 不同的生命经验 太多太多不同的生命追求 太多太多不同的思考 被放住了 让你不觉得 我可以 我也许可以那样想吧 我也许可以那样做吧 因为一切都有着 那么明确的 成为社会共识的讨厌 好 我说这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层次 我们说 一方面是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一方面是历史在被暴力的抹平 我说从外部的抹平和内部的抹平 它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除非在记载着我们 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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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功的程度之外 我们就很难有别样的记忆 有别样个人的生命 个人的历史 好 我说这是前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我们 今天我重点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个事实是 我们会发现 一边是历史在急剧的发生 一边是历史在被抹平 而同时我们说这种内部的改写 内部的抹平 内部的拆毁和重建的结果 是一个美国的青年心理学家 在对中国的各大城市的青年人 做过一个为期七年的调查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认同不认同 我们另当别论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中国80后的一代 是没有童年 没有青春 没有梦想的一代 这个说法 大家先不要愤怒 它主要不是恶毒 它是指结构性的 所谓没有童年 是因为三岁去学钢琴 四岁去考级 在你的童年时代 已经被组织到一个应试教育 一个进入到 十三亿人口之重的大国 进入到单一的成功者的单行道上 他说没有青春 就是因为青春有两个命题 一个命题 青春是狂放的 青春是张扬的 青春是梦想的 另一边青春是化动的沼泽 青春是痛苦的挣扎 人生的选择 那种无助感 无力感 但是又挣扎 要奋斗 他说没有青春 是因为 在他的调查当中 处于青春这个年龄段的 当然青春跟青春期 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我们先搁置 处于这个所谓青春这样年龄段的 中国年大城市年轻人 那个调查报告表明 他们尽可能地去压缩自己梦想的 幻想的 畅想的空间 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设计 对自己的思考 对自己的考量 对社会的分析 是现实主义 如何就业 如何更好的就业 哪些职业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 所有的这些统计数字 永远是具有欺骗性的 永远是不全录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 在我 在我读书的时候 北大中文系是 全国最好的大学里的最好专业 那个时候我以最好的成绩 最高的成绩 进入北大中文系 骄傲无比 但是 现在北大中文系的考分逐年降低 因为它不是一个好职业 我插开这一句 在英国访问 在英国伦敦访问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统计数字 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英国的高中生 最出色的高中生的 最前三选择 是英语系 历史系 法律系 换句话说 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 并不是那样的败金 而在我们这个晚发现代化国家 我们现在却 一切是以择业就业 为自己的动力和选择的依据 而所谓最好的择业和最好的就业 又以什么为标准呢 太简单了 还原为钱 哪个职业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好 我们说这是 我说另外 他的这个 这个结论的原因 他所谓没有青春 就是因为没有梦想 没有狂想 没有大胆 没有冒险 而是如此现实的逻辑 如此成熟的逻辑 这是他的结论 而在我的观察当中 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东西 而我认为我应该补充另外一个东西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认可 在座的大部分同学肯定都是80后 你们可以骂死我 或者赶快就开始喊 或者开始说滚吧你 都可以 没问题 我说在我的观察当中 80后的文化 尽管有诸多的特征 尽管有诸多的诧异 但好像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 至少在我和我的学生 和我所接触到的同学们中间 我发现这个东西是共同的 那么就是一个 相对于此前的几代人 包括我本人 包括现在还活着的 不同代际的人们 80后的中国一代年轻人的文化 他们的社会结构 他们的思考当中 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历史纵深感消失 历史的纵深感消失了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 我是中文系的 其实准确地说 我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 然后我的学生都是人文学科的 也有社会学科的 也有理工科的同学 会来参加我每周举行的文化研究工作坊 结果我就非常惊讶地发现 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的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同学们 他们历史地平线的尽头 在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 是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同学 后来我搞了一点 非社会学调查 发现好像作为一个共同的特征 可以确立 当代的历史 与自己感同身受的历史 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 终止在80年代 80年代以前的历史 不论是 比如说文革的历史 前改革开放的历史 50到70年代的历史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历史 对于我所接触到的 80后的年轻人来说 跟秦朝啊 还是宋朝啊 还是唐朝啊 一样的遥远 也一样的切记 那么非常有趣的是 我当我观察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想到了90年代 一个美国教授 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授 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他对我说 他最感动的是 中国的年轻人的清晰的历史感 他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 美国学生的这种 完全没有历史感的 这种生命的文化的 知识结构的状态 当我突然意识到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 历史的地平线 终止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不知是 极端悲哀 还是 深感安慰说 好啊 中国终于走向世界了 中国的年轻人和美国的年轻人 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所以我说 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 那么 这样的事实 是要80后的年轻人来承担责任吗 显然不能 显然不能 一种历史感 一种文化结构 一种知识的基本建构 一种价值的基本取下 它是整个社会建构出来的 而不可能有 因为每一个个人 当然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是没有一代人 可能独自承担 这一代人的 代际文化的基本结构 它一定是社会性 好 前面这样的 两个层次的事实 观察完之后 我们想 我想进入第三个层次 一边是历史在急剧的发生 一边是历史 从多个层次上被抹平 以至历史的纵身完全消失 被完全的后现代扁平化 我开个玩笑 我说 于是我们拥有什么呢 我们拥有一个永远的现在时 叫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一个永远的封闭的现在时 这个封闭的现在时 不通向 不联系的过去 不通向未来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个永远封闭的现在时 永远的此时此刻 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奢华的怀旧 我们很怀旧 我们很年轻就怀旧 本来怀旧大概应该是我这个年龄 还早了一点 但是我发现年轻的一代 年轻一代的消费文化当中 充满了怀旧 充满了怀旧 而构成怀旧的表象 可以是80年代 可以是90年代 可以是50年代 可以是60年代 他是一个无诧异的 可供消费的对象 于是他带出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关于历史的文化背景之上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 那么就是历史的表象 以空前的力度在涌现 历史在大众文化当中涌现 历史的表象 在以空前的热度被消费 大家开始有点愣了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很简单 我们大家看到 从90年代后期开始 大量的历史剧 成为电视连续剧的 一个重要的题材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不败的配方 不败的配方 好 我不在这展开讲了 那么非常有意思 他曾经集中在清宫系 对吧 清宫系上 然后我们就老开玩笑说 某某某又演了几个皇帝了 但是一定都是清帝 但是很有趣的是 如果大家真的注意观察的会发现 如果你们有历史感的话 从49年开始 清宫系就是 49年以后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当中 清宫系就是一个主要被书写的对象 那么90年代以后 清宫系有什么变化呢 变化很清楚 他从晚清故事变成了康乾盛世的故事 从一个内忧外患的政治腐败的黑暗的痛苦的危机四伏的中国表象 转移成了一个富足的强大的居世界中心的中国想象 在这之后我们看到 不仅是清宫系了 唐代浮现出来了 汉代浮现出来了 不是一般意义的汉代 是汉武大帝 好 这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个面向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多说一点 我们会发现清宫系也远不仅仅是历史剧 因为有雍正王朝 有康熙大帝 那是历史剧 对吧 多少带有肥皂症剧的特点 是肥皂剧 但是肥皂症剧 还有一些纯粹的肥皂剧 比如说康熙威夫斯法 如果大家考察康熙威夫斯法的话 会发现康熙威夫斯法这样的剧 和我们现实的距离 其实比奋斗那样的剧更近 因为奋斗的主人公 他反正不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没有认识一个有如此的 有背景的 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幸运的年轻人 他的奋斗就是无需奋斗 但是到康熙威夫斯法当中 尤其是他一级一级一级的排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每一级都针对着一个 刚刚过去不久的新闻事件 比如假药 比如贪官 对吧 比如说大贪污案 每一句 每一个句 他的故事原型 都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重大的社会现实事件 只是古装片 给了他一个安全的包装 当然不仅如此 大众文化的功能 大家可能知道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说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有没有用啊 当然有用了 好的好莱坞电影的功能 非常的巨大 就是你已经绝望了 你已经死的心都有了 你看一部好的好莱坞 有勇气再活一个礼拜 那么大众文化 成功的大众文化作用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康熙威夫斯坊 并不是严肃的看到了我们社会的问题 严肃的批判 而刚好是他不仅是轻功戏 不仅是古装片 不仅是肥皂剧 他还特别的借重了中国 从前现代到现代 大众文化当中特有的一个逻辑 我说的不是那个逻辑 其中一个逻辑特别著名 叫做戏不够神仙凑 对吧 这个公子落难救不出去了怎么办 神仙下凡把他说走 我讲的不是这个逻辑 我讲的是叫做明君清官 老百姓在现实问题当中 在痛苦中 在苦难中判什么 判明君和清官呢 那蛮有笔康熙威夫斯坊 那个康熙终于亮出来 他是康熙大帝 而那些贪官屋里 吓得瑟瑟发抖的时候 更让人高兴的 可是这显然是一个 最典型的想象性解决 因为他不是现实中能够有的解决 好 这还不是我要讨论的 我说古装片 曾经一度充满了我们的银瓶 我曾经开玩笑 我说我真的是晚上 做完所有的事情 开始看 准备看看电视 我就一个台 一个台 一个台 我就说有没有一个不穿 清朝的官服的戏 但是我在这儿要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些历史表象的涌现 我要讲的是一些跟我们更为切近的历史的涌现 但是也许对于历史宗生感已经消失的人群来说 那样的历史和清宫穿着清朝官服的 穿着龙毫的这些故事 一样的遥远 或者一样的切近 那么我要谈到的就是 那样一批电视剧 就是红色历史的重鞋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亮剑 去年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 曲中奏哑的最后一部 叫集结号 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 再次被讲述 新鲜之处在哪里呢 新鲜之处在于 第一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红色历史 都是红色历史 所有的这些故事 都好像曾经被视为那种非常官方的 好 我举一个插开去几个小例子 也许非常不典型 你们可以否定 但是这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我先生的表妹 他很高兴过圣诞节 情人节 这个感恩节 特别奇怪的是感恩节 感恩节就只有美国人才过的一个节日 是所谓的新移民 终于这个能够收获的时候 庆祝他们的丰收 当然这后面又有故事 美国的故事是说我们这些白人到了荒地 把荒地变成了这个沃土 而事实上是印第安人接纳了他们 印第安人帮助他们耕种土地 最早的感恩节是美国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庆祝的 而后他们杀光了印第安人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 他在 热衷于过这些洋的节日 后来我就说那个 哎呀你这个中国 关于中国节你都知道什么呀 我是开玩笑了 他说知道啊 我说知道什么呀 他说春节呀 我说再说一个了 小了半天他说国庆啊 然后呢我说那么国庆节 我说咱们这个国 是什么国呀 他说中国呀 然后我说中国 前头那个国是什么国呀 国庆嘛 意味着我们建立这个国家 我说中国前面这个国是什么国呀 他真的很吃力的想了很久说 是清朝吧 我说我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个国是中华民国呀 这就出大问题了对吧 好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小朋友 他到我那去 爸妈不在到我那去吃午饭 这是很早的故事啊 对你们可能太遥远了 1990年 他到我那去吃午饭 然后呢就告诉我说 吃晚饭 然后告诉我说 阿姨看电影了 下午看电影了 我说看什么电影了 不知道 我说是看电影 不知道看的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 我说你太笨了 你看电影 你都不知道看的是什么 他说反正是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知道 又过了一会儿以后 他跟我说 里头有宋大成 你们已经没反应了 1990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可望 那么我马上知道 他看到那部剧叫焦育录 因为同样的主演者是李雪剑 而他面对焦育录这部主旋律电影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进入和指认的可能 所以他说他不知道 对于他来说只是过去的事情而已 他终于认出了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大众文化给予的 他只认识了宋大成的扮演者 肥皂剧的男主角 同样是这个剧的男主角 这是他唯一指认的元素 我说这是对我来说 曾经是非常的明星刻骨的一个例子 我才意识到说 曾经在我成长年代的那种 养育了我的文化 及其到了1990年的时候 仍然作为官方主旋律的文化 已经完全失效了 因为他的观看者 已经没有去指认和进入这个世界的能力了 我说这是第二个例子 让我印象颇深 印象颇深 好 我们没时间 不讲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比较长 那么我在这个意义上 我才说亮剑历史的天空集结号这些剧 它们是一个新的事实 新在哪里 新在红色的故事又一次被讲述了 红色的故事又一次借助主流媒体被传播了 但是这一次 观众心甘情愿的 由衷的 心悦诚服的 热情洋溢的去拥抱它 没有任何强迫性的力量 这些剧到了这种老少贤疑 亚俗共场倾城空向的地步 那么他告诉我们说 红色的历史又重归了吗 观众重新进入到了那样一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的叙述逻辑之中了吗 显然不是 显然不是 那我们会看 简单的说 每一个大家都知道这句烂调啊 这是一次陈词烂调 叫做每一种历史都是当代史 不论我在写写作秦朝汉朝 明朝的历史 我作为一个当代人 其实我都在书写当代史 我一定带着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感悟 我的问题 我的痛苦 我的这个迷亡 我的思考 进入到历史的写作当中 所以这个历史 不论他写作的什么年代 他都是当代史 那么这些历史剧的畅销 正因为他呼应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当中的 所思所想所感所发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 亮剑的如此的热销 并不在于李云龙是一位红色将军 或者是一个革命英雄 而在于包开一切历史的 观看的戏剧性的表象不谈 李云龙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当代英雄 或者说他就是一个CEO传奇 一个关于不守成规的 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 一个顽强的推进着自己的追求的一个人物 他成功的故事 但是今天我感兴趣的不在于说 一种红色的历史 一种红色的故事 现在的成功正在于他成功的包装了当下的主流逻辑 而不是昔日的社会逻辑 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故事的写作方式 它里面所包含的一种抹平历史 差异的方式 好 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有点那个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首先我说所有的这些剧 他们的成功之处 是在呼唤了历史的同时 再一次的藏埋和告别历史 因为我们会看到亮剑的故事 或者是集结号的故事 他们都非常有趣的在完成着一种 在当代历史当中很难完成的大和解的功能 比如说亮剑的故事 他选择故事的开端 不是主人公的英雄业绩的开端 主人公英雄业绩的开端 是他作为红军 红军作战部队的一个英雄的指挥员 现在大家看着我再一次相信 历史纵深感确实消失 因为你们不知道红军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因为所谓红军时代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共戴天 生死绝逐的时期 而这个故事他从抗日战争开始 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故事 就把民族大义放到了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之上 于是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是有三个男主角 有三个男英雄 尽管李云龙是如此的引人注目 但是楚云飞也不差呀 况且即使故事延伸到了解放战争 国共两党大对决的历史当中 他甚至让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 说我们再打我们是兄弟之间互相打 我们都只是兄弟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一个什么东西被转换了呢 一个曾经有过的冷战年代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对立的意识形态 悄然的被抹去了 不仅这种意识形态被抹去了 所有相关的历史也被抹去了 也被抹去了 一个大和解完成了 在中华民族民族大义 民族富强的意义上 李云龙作为民族英雄而出现 不知道大家是否读过亮剑的小说 如果大家读过亮剑的小说 会知道这个电视剧是腰斩的亮剑 对吧 是腰斩的亮剑 那么它涉及到了和我们的话题相关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之所以说这些历史的书写和历史书写的消费 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如果大家有意识的去观察 会发现当代中国二十世纪中国史 尤其是当代中国史的书写并不连贯 并不连贯 因为很多历史段落我们是难以叙述的 因为很多历史的逻辑 是在彼此的审判和否定当中被宣布为合法 非法的 对吧 我用这个方法叙述历史的时候 另一种历史叙述就是非法的 而我用反过来用别一种逻辑去叙述的时候 另外一种叙述又不可能成立 所以当代史的故事 在这一批作品出现之前 它是支离破碎的 是支离破碎的 大家没有共鸣 没办法 你们没办法去感知这个历史 我只举一个例子 你们肯定没有看过 1990年有一部历史剧片 叫做周恩来 讲这个曾经如此深刻的受到中国民爱戴的 这个国家总理周恩来的这个生平传记 我当时在电影院里看这部剧 然后看的时候全场一片哭泣声 一片哭泣声 因为在我这个年代 我这个18岁的时候 那叫十里长街宋总理 就是全中国人民自己冒天下这大部位 顶着政治高压来挂校 来设置灵堂 来祭祷这个为人们所深爱的总理 所以这个电影 它的传记片放映的时候 全场一片哭泣声 我也坐在下面 我也流泪 但是我这个人有点讨厌 就我一边流泪 我还看看大家都怎么回事 那么我就发现 整个这个电影的观看过程 是非常奇特的过程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观众 他不光被电影所感动 他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记忆 投射到荧幕上去 这个投射 后来不光是我们当然每一个东西 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投射了自己的东西 而这种投射不是一般的投射 是因为如果你光看那部电影的话 你完全连不起 那个历史的事件 和历史的叙述 因为很多段落 很多时间被挖空了 被掏空了 是不能被讲述 因为它成为了一种禁忌 所以我说观众把自己投射进去 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记忆 把那些不存在的空白的段落补充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眼睛 看见了荧幕上不曾呈现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心去把这个故事 重新变为连续的和顺滑的 所以我说亮剑是被腰斩的 表明这个禁忌仍然在 这个禁忌仍然在 当代史仍然不能被直接的输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我觉得亮剑的腰斩 极大的削弱了亮剑 可能携带的毒素 我为什么说它是毒素 是因为这个故事继续延伸下去的时候 它真的在讲述一个 新主流的历史观 刚才有同学点头 马上点头说 对对我看 大家看过 在座确实有同学看过 这个亮剑的小说 原作 那么我现在已经耕顺我 我对这个同济医学院的同学 深表钦佩 你们的人文修养极好 你们的艺术 这个感知力很强 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小说的话 你们会注意到这个小说的结尾 对吧 这个小说的结尾 我只讲它有几个结尾 我只讲两个结尾 可以跟我们的神器联系在一起 其中的一个结尾 是讲李渔龙 这个不不甘受辱而自尽之后 他的那个秘书被发到了海防前线 就是台湾台海前线去劳改 那么他讲台湾不断的有 双方都有这个宣传广播 对吧 他说这个台湾的那个反共广播又传过来了 他说通常是那个非常非常 嗲嗲嗲的女生说共军兄弟们共军兄弟们 然后放一些谜谜之音 比如说何日君再来 他说这一次他非常惊讶的是没有这个谜谜之音 没有这个嗲嗲的女生是一个雄昏的男生 开始广播这是楚云飞 由楚云飞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将军楚云飞 来隶属共产党将军李渔龙的历史功绩 他身为民族英雄的身份 由他来评判他的千秋功过 然后由他来宣布我们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约 大家笑了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时分享了我这个描述所要表明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转移当中 红色的历史的重心转移向了他的反应 叙述权历史的评判权移交到了他的反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本雅明 Word Benjamin 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而这句话现在也已经成烂套 说历史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历史永远由胜利者输写 就像战利品由胜利者携带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当中 我们是胜利者呀 李云龙们是胜利者呀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平说权交到了失败者那一边 简单的解释是 在今天的台海的复杂的政治对抗当中 我们有新的和解和新的联手的需要 但是不仅如此 是在于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巨变当中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色早已经悄然的转变 不是失败者终于胜利了 而是失败者的逻辑征服了胜利者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一个结尾 另一个结尾非常有趣 他说当中国大帝六十年代 回到我那个童年记忆的时刻 说六十年当中国大帝在自相残杀 充满争斗的时候 在遥远的地方人们登月了 人们登上了月球 人们从月球反观地球 他说当人们在人类的高度上 去俯瞰人类生存的小小的地球 同时也是非常美丽的 因为多水而非常美丽的 一颗蔚蓝色的地球的时候 我们在做什么 在这个评判当中 又很显然 在这个时刻 作者站到了 阿富罗登月的美国宇航员那里去 用美国人的试点 反观中国 反观中国的当代历史 反观中国的价值 反观中国的价值 所以我说 这正是这个历史表象涌现 历史再度被消费的过程当中 一个深刻的内在改写 你可以不感觉 可是你仍然在被他改写 在被他书写 你的那个丧失了纵身的历史 其实仍然存在着 仍然存在着 那么但是他却被填充了 完全不同 这不再是从你作为历史的主体 从自己的历史自身 从自己历史的深处 在自己辅着自己历史的伤痛 去思考和展现的历史 而是一个通过转移了试点 转移了叙述者 来重新叙述过的历史 那么这样的一种叙述过程 它是历史的重新呼唤 也是一个历史的再度放逐 曾经这是我们的历史 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即使它不是你个人亲历的 但是因为它是你 造就了你成长的年代 造就了你成长的国家 造就你成长的现实 它是你父母亲历的历史 它将成为你血里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次 那个血悄然的流失 或者另一种血悄然的结果 再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集结号 我很爱说话 就会容易把时间都占掉 那么我说集结号当中 我不去展开 对整个影片的分析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大家知道我的专业是电影 那么有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那个故事当中 这个骨子弟 古连长 带着他的那个战士 向前线去狙击敌人的那个夜晚 大家记得吧 那个夜晚打着火把 对吧 打着火把 然后带着资众 然后队伍向前走 这个时候 稍微专业一点 从大家如果稍稍地 用专业一点的眼光去看 这个场面调度非常有意思 摄影机停留在这个地方 对吧 像一个检阅者一样 队伍 举着火把的 那个全副武装的队伍从摄影机前走过 从摄影机前走过 然后摄影机停留在这里 我们 其实这个位置 其实是当代观众所在的位置 对吧 我们目击着那个时段 我们目击着那段历史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队伍走过去以后 我们看到 骨子弟经过镜头的时候 摄影机开始动起来 跟着他 摄影机跟着他 你们注意啊 如果摄影机原来是不动的 他突然跟着一个人物而动的时候 表明他高度的认同这个人物 同时也引导我们认同这个人物 好 不要讲电影 我们没时间展开 具体讲电影 好 摄影机跟着他动起来以后 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是 跟着跟着摄影机停下来 这时候摄影机又停在了队伍的尾部 所以我们看着队伍向着画面纵深处走 看着画面纵深处走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我不知道黄晓冬是不是充分有意识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调度 就是骨子弟突然回过头来 望向镜头 望向镜头 那么如果大家对电影有点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经常开一个玩笑 也是导演经常开的玩笑 就说你看哪 不好你看镜头 所有拍照片的或者拍过DV的同学都知道 看镜头的结果是看观众 所以你电影演员的最大的禁忌是你假装观众不存在 你假装摄影机不存在 那要达成这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望向镜头 那么我自己有一个小插曲 我自己有一个很恐怖的生命经验 我很小的时候去八宝山给家人扫墓 然后有一个骨灰盒成了我长久的一个噩梦 因为骨灰盒上当时只有一寸的照片 但是一个骨灰盒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两寸还是三寸的照片 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男人的脸 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是望向镜头的 于是他就是望向我的 我走开了再回头他还是望着我 你们马上可以自拍一个照片 你马上就试验这个结果 你只要正视着镜头一定达成这个效果 当然骨子帝并没有直接的望向镜头 并没有望穿镜头 但是他的目光却朝向镜头 于是在座的观众自觉或不自觉的会被这个镜头打一下 打一下 好 那么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当在这个电影当中只有这个段落重复了两次 这个场景重复了两次 当一切一切都完满了的时候 再一次出现同样的场景 摄影机似乎完全重复了这个他的调度 但是这一次骨子帝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段落 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点睛之底 或者说是我们进入这个影片的一个重要的场景 那么也是这种成功大众文化产品所履行的文化功能 就是它好像从历史的深处走出 它从历史的深处凝视着我们 它向我们重新呼唤着历史的记忆 但是结果只是再一次的 我们把它送到历史的纵身中去 因为这个剧非常的成功是在于 我这个我做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调查 我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 不同政治立场的 不同生命经验的 不同年龄段的人 不乏喜欢这部影片的人 甚至狂爱这部影片的人 但是每个人在其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有的人特别是我的统领的人 或者比我更年长的人 看到的是社会批判 说这个电影真实的把这个历史的不公正 把历史的剥夺和历史的暴力展现出来了 于是就有这个去年的这个流行笑话 大家知道看过苹果以后知道 什么女人不可信是吧 然后看了投名状以后知道兄弟不可信 然后看了几天后就知道组织不可信 显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组织不可信 是关于一个欺骗的故事 关于一个从来没吹集结号的故事 所以在两次我在现场看这部电影 每次到这个台词出来的时候大家要全都笑 就那个思耗员说我根本没吹号啊 当然大家全都笑起来的效果还在于 他说的是河南话 那么大众人话永远要借助一切偏见 对吧 那么就现在流行的偏见当中 把河南人塑造成这样的欺骗者的形象 这是一个 我说当然是小噱头 但是我说大家每一个次反应都这么强烈 是因为在那个时刻好像这是一个历史被 历史的真实被揭开的时刻 但是同样我也听到另外一些我的同龄人说 这个电影好啊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说 不错我们在历史中受了很多委屈 但是又怎么样呢 我们付出的委屈 我们付出的代价 终于是我们完成了现代化 让我们建成了今天富强的中国 一个批判性的理解 一个肯定性的理解 建构性的理解 那么很多年轻人说 好看 怎么好看啊 中国摘成片终于拍的像兄弟联了 事实上也千真万确的和这个电影 形成最直接的互闻关系的 肯定不是红色电影的南征北战呢 这个挺进大别山呢 这个三大战役啊 肯定不是这些红色经典的序列 而是太极其飘扬啊 兄弟联啊 等等 影片 好在这多说一句啊 我们要真叫一点真儿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说历史的 这样的历史的叙述 是对历史的消费 同时它是更为深刻的 对历史的改写 是我们看到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好看 我也觉得真好看 拍的真好看 我们中国人真的终于会拍action cinema 我们会拍动作片 因为动作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 它也具有动作片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就是阳刚 几乎完全是由男性角色所扮演 由男性角色所充满的 而阳刚之气的美 是通过动作的美 身体的美和力量的美来呈现 好 当我们说说这一大堆抽象的肯定的时候 我们依据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 谁看过谁都知道啊 就是那些战争场面 我们之所以看到这部电影 我们会想到兄弟连 想到韩片 韩剧 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身体语言 作战动作 都不是革命战争题材当中的 那些身体语言和作战动作 他们都是买式的 对吧 就这个 对吧 然后呢 怎么突击你上去 他的调度 他的战斗配合 他的战斗动作 但是 我很较真 我第一 是专业电影工作者 第二 我是文化研究者 所以这都要求我必须较真 其实我不需要较真 我只需要用我的知识准备去看这部电影 我就看到 在每一个战争场景当中 他使用的武器都非常有讲究 每一个战争场景当中 他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武器 是那个时代解放军部队的真正的武器 就是三八大盖 甚至更差老套筒 什么意思 只能发一发子弹 拉枪栓 开枪 拉枪栓开枪 那就是相当不错的了 当时相当不错的东西了 而我们说他像每天 美军的战斗动作 美军的身体语言 美军的调度方式 固然有电影美学的加工 但是他的真实的依据 他是美式武器 作为整个这种作战方式的基础 所以为了使这个电影拍的像每天 但又不完全的冒犯历史真实 冯小刚留了三分之一的真实武器 但是所有构成的那些战斗动作回身扫射 那绝对得是连发的 连发的武器 好 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什么意思 你这么较真要干什么 很简单 就是当 为了电影的动作片的感人迷人 动作场景的潇洒 阳刚之气的呈现 而选用了一种既定的电影的场面调度 身体语言之后 他就改变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 就是不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 在红色历史当中 他真正的意义是在于人精神战胜了物质 一些使用更略等的武器 有更略等的物质条件的人们 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们以他们的精神力量 以道义力量 以民心向背 来取得了他们的声音 但是当你把 为了成就这种美丽的动作片场景 而把这一切都改变的时候 历史也被改变了 历史也被改变了 于是只仅仅变成了 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场景 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片 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场景 注重了兄弟情谊 好 这个是题外话了 我刚才要说的是 在这个故事 如果好 我们说回到这个影片当中 尽管年轻人看到的是 好看呢 真好看呢 他的动作很潇洒呀 但我说你仍然不可能 看完这部电影 完全不接触到他叙述的 关于他叙述历史的方法 和他所完成的 关于历史的叙述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 在进入这个场景之前 我先引入一个空间 大家也许去过 也许没去过 即使没去过 你们也绝对会知道 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 最重要的是天安门城楼 对吧 天安门城楼 然后天安门城楼绵延的红墙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 这是两个历史博物馆 一个叫做中国历史博物馆 一个叫做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分 好 在中间 对面是比较晚的一个建筑 叫毛主席金面堂 在中间树立着一个重要的纪念碑 叫人民英雄纪念碑 叫人民英雄纪念碑 好 这个空间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 有两个重要的相关 一个相关就是 天安门的两侧 对面相立的两个博物馆 一个叫中国历史博物馆 一个叫中国革命博物馆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革命历史的叙述 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历史叙述的叙述 革命历史的逻辑 是一种不同于一般逻辑的逻辑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也不知道大家是否关心了 现在这个区别没有了 两边挂着一样的牌子 叫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历史博物馆 它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和亮剑的小说结尾一样的故事 说那个差异已经不再重要了 或者那个差异已经消失了 一切被重新整合到一个无差异的 所谓具有普范性的历史叙述当中 这是一个小点 另外一个小点我们说人民英雄纪念碑 几乎没有例外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 英雄纪念碑 而这个纪念碑就像 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 它是无名烈士纪念碑 它是无名烈士纪念碑 说到这差开去一点 世界上的战争纪念碑有一个奇观 有一个奇迹有一个例外 就是美国的越战纪念碑 它的例外在于它首先所有纪念碑都是上去高鼠怒云的 从象征的角度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 我们说那是一个 男性升职气势的象征形象 那是一个阳性权威的形象 只有越战纪念碑 它是在第一处平行展开 黑色的大理石 黑色的大理石 第二个 越战纪念碑的奇特之处是在于 它不是越战死难者永垂不朽 越战死难者怎么样 而是它每一个越战死难者的名字 每一个越战死难者的名字 密沙沙的刻在那个大理石的碑上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华盛顿 看到这个纪念碑 那么你一定也会遇到每一次 我已经第三次 第一次是真的要去第二次 后两次都是路过那个地方 每一次我都看到有人在那里 旁边有卖那个旅路纪念品 是很便宜的一个小纸卷 就是一个小纸卷 长的一根粗的这个铅笔 是四臂二臂的铅笔 然后让你干什么 你去找到你的亲人的名字 死于越战的亲人名字 然后你打开 你把它踏下来 你把它带回去 你把它带回去 那么当然再提一点 我不要展开说了 再提一点就是说 这个纪念碑 是一个华裔的女建筑师的设计 一个女建筑师的设计 而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 这场给美国造成重创的越南战争 它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上 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味 完全不同的意味 好这不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说到处都有无名英雄纪念碑 可以说无名英雄纪念碑 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奠基石 我们如果想把现代国家想象成 一个建筑的话 那么它第一块奠基石 就是这个无名英雄纪念碑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集结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叫做想历史所回幸运 无名烈士要求成为有名烈士 不知道大家怎么感受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有个地方打动了我 让我眼睛一朝朝的 然后朝完了以后 我就有点看不起我自己 我说我这么容易被抚养钢给骗了 这是玩笑的 我说打动我那个场景是 他们把那个矿工当做尿盆的钢盔 一个一个的在河水里洗干净 对吧 洗干净 然后他们把它放到了无名烈士木的 每一个木碑 木头的那个碑上 放到那儿 然后虎子弟就摸着那个钢盔说 都是爹妈都给起了名啊 怎么现在都成了没名的孩子了 那我们看到实际上 这是这个故事的点净之一 整个故事是一个 关于要求所还姓名的故事 要求所还姓名的故事 所以我说看到那些组织不可靠的人们 他们其实是另一种优秀观众 因为他们被冯小刚的故事的某一部分 充分的把握了 他们成了冯小刚期待当中的模范观众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故事的每一步一步的推进 其实有巨大的情节漏洞 非常故事讲述的非常真密 但是在情节逻辑上是存在着漏洞的 没时间展开了哈 就比如说那个政委怎么会突然出现 如果那个政委出现的话 怎么会允许 这前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又怎么发生 但总而言之 他用这种戏剧性的转折 用一种人情的逻辑 最终使得不可能的奇迹发生了 不仅有了正名人 不仅归还了姓名 不仅全部命名了烈士 最后还完满了中国古老的逻辑 叫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最后居然他还用一行字幕 当然在电影当中字幕 通常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就打字幕 因为我们不用画面撒谎 在这个里面一行字幕告诉我们说 1957年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挖水渠 从那个矿井里把战烈士的遗骨也挖出来了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最后的结尾是我们向着所有的烈士幕吹集结号 我们向烈士幕敬礼 大家注意到影片的开始是从空中落下来 从一个纪念的方间碑落下来落到这个 系着红绳的军号上面 影片结尾的时候从军号上再升拉开去 在电影大部分的电影结尾 尤其是商业电影结尾都是这样的 最后升拉开去 这是拜拜 或者是美卡醒过来吧 一个半小时一场白日梦 所以我们说他很有意思的是 他向历史所还姓名因此好像触动了历史的幽灵 重新掘开了那些历史的坟墓 但是结尾的时候 尸骨重新埋入坟墓 幽灵重新放归阴间 有名的孩子再一次成就了无名烈士的纪念碑 无名烈士的纪念碑 所以我们说 那么我在这要讲什么 我说历史再度被涌现 再度被消费 再度被由衷的接受 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传递一种新的社会 强有力的社会共识 再重新的达成和确定 我们终于越过了现代当代历史当中 不同逻辑所造成的种种种种的 隔阂分歧差异 而重新在现代中国 中国中国人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的意义上 整合起了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全部 而且重新使它成为一个流畅的完整的讲述 我们说亮剑被腰斩了 但是可以有其他方法补足它 比如说 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种补足法 对吧 我们用家庭的情节剧 用家庭的悲喜剧来取代它 还有另外一部 可能大学生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确实在中年以上的人当中 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叫沙漠母亲 戈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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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戈壁母亲这部剧当中 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和解都充分的完成了 人们甚至和文革和解 这个最不能和解的历史也被和解了 也被和解了 变成了小小人 而小人也未必是不可以被挽救的 我们看到是青年 青年人未必是无情的 大家可能没看过这个剧 我就不展开讲了 所以我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进程 那么他告诉我们说 一连大众文化 他成功的履行着一个重新讲述历史 在对历史的消费当中 重新完成一种主流共识的确立和加固 当然绝不仅仅是大众文化在这做的 大众文化在独自完成这件事情 只是大众文化既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 同时大众文化又成为这样一个历史建构过程的一个表象 或者正后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过程已经发生了 那么我说很多很多的障碍被排除了 很多很多的诧异被抹去了 很多很多的痛苦和血泪被遗忘了 在这样的一个抹平遗忘重写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说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 一种新的社会暴力的系统 社会的这个文化暴力系统 一种新的所谓文化霸权 再度确立了 再度确立 而在我看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显然直接联系着一个社会群体的出现 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是所谓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那么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也曾经人们设想中产阶级是标示着中国经济起飞的这样的一个重产阶级 重要的参数 也曾经人们说世界上最合理的一种结构就是仿锤形结构 两头小中间大 对吧一个很大的中产阶级一个很小的富人一个很小的穷人 一个很小的穷人 那么所有的这些议论参照的是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参数是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中产阶级曾经占到87%以上 绝对的主体 一个参数是亚洲四小龙 因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造就了中产阶级的群体 而中产阶级的群体推进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人们以这两个参数来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 但是不论哪一种思考 人们都很少把中产阶级和社会消费能力 这个基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 人们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的或者社会学的理念去思考 于是在90年代末期有一个小小的挫折 当人们欢呼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快诞生了 中国中产阶级已然诞生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诞生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 有两本书 有两个文化事件 一个是一本书 这本书 插开几句 我说现代生活创造了一个永远封闭的现在时 那么这个封闭的现在时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切都迅速的流逝 尤其对大众文化来说非常清晰 我叫做说今天的流行就是明天的怀旧 就是后天的经典 那么大后天怎样呢被遗忘了 被遗忘了 那么97年前后有一本书曾经非常流行 这本书叫做格调 你们已经不知道了 当时非常流行 那么当时我注意到这本书有两个有趣之处 它在90年代末期的中国非常流行 两个有趣之处是翻译成格调 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叫Class 階級 很有意思 一本叫階級的书在中文当中被翻译成格调 这个很有意思的转移 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一看这本书 是50年代的一本美国的出版物 到了90年代才翻成中文 但是不论怎样 这本书之所以会如此的流行 是因为当时开始产生自觉的社会群体自觉的中国中产阶级 希望获得一些自己的文化位置文化认同和文化的这个场面 当然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中国的现实当中我们仍然不愿意说我是资产阶级 当然现在更好的是我们也绝对不想当无产阶级 不太悲惨了当无产阶级 可是当资产阶级多多少少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当中还有点危险 所以中产阶级是最安全的 中产阶级富于殷实 但又不是会剥削他人的 会掠夺财富的 会积蓄资本的 那么同时大家很不甘心承认中产阶级可能成为一个 仅仅用经济地位相标识的这样的群体 所以他们非常强调说中产阶级应该有格调 中产阶级是以自己的生活格调来标榜自己的 来标识自己 所以这本书就马上畅销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我后来在大量的读者反馈和社会学调查当中发现 绝大多数人购买这本书是当做教材 当做教科书 想学会怎么拥有高雅的格调 而这本书还很恶毒 原作者他在后面附了一个一张调查表 一张调查表是打分的 你可以选择说你的屋子里有多少不锈钢的东西 有没有有很少完全没有你的地毯是化线地毯还是羊毛地毯还是古董地毯 你的房间里有没有东西是成几何有就是以几何形态出现的 或者是用那种现代流线型的 有很少没有打分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当时中国我们所有的流行取位 都是比如说是不锈钢的 比如说是几何形体的 比如说流线型的 比如说弧线的 所以如果你诚实的话 你没先看看答案的话 你一定就真实的打了分 结果发现你得了最低分 你是最没取位的 你是最没格调的 你是爆发户 你是庸俗的 现代的小市民 那么我刚才说 这本书是50年代的一本美国的出版物 而且它有非常清晰的指向 就是美国社会非常忌讳谈阶级 美国社会老号称他们没有阶级 这本书是非常针对美国本土而写作 它几次美国社会阶级是存在的 因为所谓阶级是一个真切的一个可以做社会学 经济学分析的概念 那么要造成我想有高雅的取位 我的屋子里没有任何的人工的 这个二次加工的塑料的不锈钢的流线型的 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怀旧的防骨的 我用纯羊毛地毯古董地毯 这要求背后的经济实力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痛击了 沉重的打击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自我指认和想象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的很多大报纸上 比如说什么这个南方都市报啊 这个北京青年报啊 这些当时相对流行的报纸上 公布了一个统计报告 就是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要想过上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 需要多少钱 需要多少钱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我大概的印象就是 在中国的大城市 要想过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大概需要七十万 年薪七十万美元 美元 所有认为在中国的变化当中 已经开始殷实了的中产阶级们 摸摸自己的腰包 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中产阶级 在这两件事 两个重创之后 突然之间 从中国的传媒上 从中国的社会议论当中 从中国的社会想象当中 中产阶级这个字突然消失了 突然消失了 取耳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字 叫小资 小资 这是一个很更曖昧的概念 而小资是一个更可以单纯的用文化取位来标识的概念 来标识的概念 可是我注意到 大概就在这个重创 这个转移 这个字我想象的转移之后 不久 一本也很有正后性的流行杂志 是广州出版的新周刊 出了一个专号 这个专号的题目叫做忽然中产 叫做忽然中产 那么它的基本基调就是 我们不用管美国的中产阶级怎么样 我们不用管他人怎么去衡量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中产 但是重要的不在于一种社会态度 一种社会想象 一种文化立场 而是我们看到 近年来中国经济 确乎处在一个所有人 未曾预料的高速增长之中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甚至使得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 主流政治学家 处于半失语状态 因为他们曾经有的社会学 政治学经济学的模式 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 而如果他们要想解释 或者以承认的态度解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必须 回到他们自己的结论的反面上去 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作为近十年来一个世界性的奇迹 它一方面是使整个世界震惊 使使整个世界无语 它几乎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尽管很多旧有的模式而在延续 但是中国的位置却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位置 成为了全世界一个新的命题 抛开这点不谈 我们说正是这个高速增长的经济 它不仅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 开始变得阴实起来 确忽变得阴实起来 同时它给了它更大的一个心理的基数 如果说我现在还不够富裕的话 但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富裕是可望可及的 那么 今天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说 有人很好玩 这个图书馆的年轻朋友去接我 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问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说中产阶级 他说什么是中产阶级 我说其实它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语词 那么中产阶级它本身就是说它不是富人 它不是穷人 它是中间层 它是中间层 所以中产阶级确乎无需定义 因为它是个相对概念 它是个相对概念 但是中产阶级又确乎可以定义 那么就是中产阶级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被美国所奠击了的生活方式 中产阶级有着一些非常外在的指标 比如说有房有车 比如说核心家庭 如果没有都生子女政策的话 就是一两个孩子 最后的完美是 有一只猫或者一只猴 这是生活形态 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 中产阶级是最讲求道德的 中产阶级是最标识 标榜道德的 中产阶级是最追逐道德的 自我完善或者说道德自恋 道德自恋 所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似乎开始出现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 而这个中产阶级群体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道德的自我规范 和自我彰显 使得他们显得相当的苍白 好 先把这个暂时搁置 我们说 令世界未知 瞠目结舌的 也令曾经当年 从80年代开始呼唤中国中产阶级的 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们 为之失望的 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当他们终于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像 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批判 社会民主的力量 相反它很像美国的中产阶级 它因为是既定的制度 既存的秩序的直接受惠者 所以它成为秩序的 呼唤秩序和稳定秩序的一种中间力量 所以这是第一次 在 新时期以来的几十年当中 中国社会的一个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潜能和社会能量的群体 他们和政权和国家机器 有着一种高度的内在一致 一个高度的内在一致 那么同时 又由于中产阶级群体 是首先是以他们的社会消费能力而著称的 我没有时间展开了 就是说真的把这个问题要展开讨论的话 我们要讨论所谓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概念 它还大致可以成为一个年龄段 一个受教育群落或者说一个空间分布 就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几乎99.9%集中在大城市 是受过高等教育 大学教育以上的 同时一定足够年轻 一定足够年轻 五十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上的很难寄身于中国新中产阶级 因为在我们整个的所谓的残酷的竞争结构当中 在我们这个社会急剧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当中急剧的社会分化 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年龄歧视结构 同时有地域分布之间的 极度的不平衡性 那么世界所瞩目的中国 我虽然在武汉 但我还要说大概不包括武汉 世界所瞩目的中国集中在三个区域 就是北京上海珠三角 这是他们所看到的奇观式的中国 奇迹式的中国 有中央电视台 有国家剧院 有鸟巢 有水利坊 矗立起来的那样的地方 有东方明珠照耀着的地方 是世界看到的一个所谓可见的中国 那么中产阶级也是在这样的区域和其他的大城市 那肯定要包含武汉 集聚在那里的 同时是在由于是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发生 而且是非常新的社会结构的受益者 所以他必须足够年轻 这个是我们不去展开去讨论的 所以我说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的特殊 他们的同质性极高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在大城市生活 年龄相当的轻 受教育程度相当的高 所以中国中产阶级又率先的表现出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以他们巨大的文化消费能力 开始决定文化生产的走向 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那样的一种历史表象的消费 历史表象的重写 它既是充满我们中产阶级的历史图景的这样的一种素材 同时也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文化需求的直观呈现 直观呈现 但是非常令我惊讶的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也是令我百感交集 同时深感欣慰的 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中国的中产阶级突然显露了他们道德的自我规范 道德的自我完美 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强大的力量 看到各大城市的街头那个陷雪 无常陷雪的年轻人拍起的那个队列 看到他们撑着雨伞等待 看到巨额的这个个人捐款的出现 使我强烈的意识到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形成了 而且开始成熟了 开始成熟了 但是 大家 如果对我有一点了解的话 会知道我接下来就不要说好听的话 我说但是 这远远不够 当中国 首先这是一个问题 当我说中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群体 作为一个上升中的社会群体 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的消费能力 同时影响着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群体 的时候 不要忘记 即使按照我们极端宽泛的统计方法 说一个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一对夫妻 或者是一个孩子 一个核心家庭的月收入在六千块钱 可以列入中国社会学统计的中产阶级范畴 这个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要支持一个有有车有房 消费时尚介入文化 就是消费文化产品的这个当中 一个家庭月薪六千块是不够的 抛开这个不谈 假定这个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还占不到两亿人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之中的国家 在13亿人口当中有8亿是农民 8亿到9亿是农民 而8到9亿农民当中 有5亿到6亿人仍然生活在乡村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的 就是说中产阶级的这个指标 及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所造成的关于自己的文化表象 和他们自己所要消费的 或者是去喂养他们的文化表象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蔽力 让我们看不到一个 浮原如此广阔人口 如此众多社会问题 如此斑驳多端的中国 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就是中产阶级 作为世界上的 在世界范围之内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的力量 他们的道德的自我完成 并不仅仅是在灾难时刻的一种善心善行 因为我刻薄一点说 灾难时刻的善心善行 弥足珍贵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 一个大灾难出现的时候 它也可以成了一面大镜子 让你照出美好的自我 你的利他也难免多少的成为一种自恋 那么中产阶级 当他们成为这个社会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时候 当他们承担着 自觉不自觉的要承担这个社会文化建构 和社会想象的这个职责的时候 他们所要了解的世界 他们所要关注的问题 远比一次献血或者一次捐款 或者献出爱心要复杂的多 要复杂的多 所以我说我们再回到2008年 这个普通的年头 但又是不平凡的年头 我们再看一看 在这个一年当中 同时 不是在这个一年 在这个一年当中 同时也是在和这一年相关联的 近期的整个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如何的 变得不可忽视 变得不可忽视 那么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的问题 能源危机的问题 当北京 还是岔开几句 就是我自己曾经在90年代初 80年代末 第一次有机会出国 然后呢夜晚的时候 那个飞机当时很多 我们中国很多都没有直航的飞机 所以要从香港转机 所以我在夜晚降落在香港 当时对我是一个震撼性的 赞叹同时是伤害 就是夜晚的香港就是东方明珠 明灯大成 灯火摧灿 然后我从香港再起飞回到北京 除了飞机上 除了能辨认出长安街一条街道之外 北京一片漆黑 北京一片漆黑 那时候我深深被挨的感到 中国的落后 中国的落后 以后有了更多的国际旅行的经验 我经常开玩笑说 除了南极洲 这个我没去过之外 其他各大洲我都去过 那么我开始明白 从空中望去 只要是晴朗的夜空望下去 灯光灿烂的地方 就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 灯光黑暗的地方 就是经济绝对落后的国家 我曾经一个夜晚从欧洲起飞 飞往非洲 结果我真的就从一个灯光灿烂的欧洲 可以从空中看到勾勒出的整个地图 欧洲地图 不同的国家高速公路贯穿的 这个大城市 密集的大城市 然后被高速公路连坠起来 然后飞到非洲的时候 我第一次知道黑暗大陆 是什么意思 因为从夜空当中外去 黑非洲甚至他们的首都 也不可能被灯光勾勒出来 所以 转一点去 现代文明 是一个大量耗能的文明 任何一个不发达地区 进入发达 意味着它加入到了 这个对能量的极大消耗过程之中 另外一个数字可能很多人已经讲过 我还是在这提一句 美国只有 最近美国宣布他们有三亿人了 对吧 美国只有长时间两亿人口 三亿人口的一个国家 它耗去了全球能源 全球每年消耗能源的47% 是美国消耗的 如果13亿人口之中的中国 想过美国人式的生活 我不说 我不说别人允许不允许 我只说 哪来那么多能源给我们用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 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 都是能源战争 都是能源战争 我想大家知道 对吧 科索沃战争 之所以爆发 因为那是美国要获取它的石油通道 同时组住前苏联俄国的石油通道 阿富汗没有石油 但是阿富汗是最重要的石油通道 美国占领了阿富汗 不仅组住了苏联的石油通道 而且组住了中国的石油通道 伊拉克不用说了 伊拉克不用说了 否则的话 世界上的独裁者多得很 美国为什么不管 我经常举 关于卢旺达的一部电影 是欧洲的 英国的导演拍摄的 Sometimes in April 4月某时 那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 在柏林电影节 最大的剧场里放映 讲到这的时候 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一个对白 因为在罗旺达发生过一个 近年来最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 真正的种族灭绝 一个族群去灭绝另一个族群 大部分都是使用原始武器 刀棍 持续了100天 杀了100万人 全世界袖手航官 种族灭绝 非常非常地可怕的一个事件 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电影 电影当中有一个人物是美国的一个女官员 他打电话给那个卢旺达当时的军政权 说你们住手 你们再不住手 我们美国就插手了 你们赶快停止这个屠杀 结果那个总统就翘着二郎腿 坐在拿着电话说 你们不会来的 你们肯定不会来的 我们没有钻石 我们没有石油 我们什么你们要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们不会来的 这句话 这个台词念出来的时候 在柏林电影节的那个大影院当中 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换句话说 美国的对世界秩序的匡复 一定是美国的利益 首先是石油利益 至少在那个场合成为共识 好我们说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现在不是要讨论美国的霸权问题 即使不讨论美国霸权的问题 石油 全球的石油储量基本探明 即使没探明的也极端有限了 而我们人类的消耗和需求是无限的 那么新中产阶级 当他们示范新的生活时尚的时候 当他们引导社会的消费潮流的时候 当他们通过自我想象来树立这个社会的 一种新的楷模和标准的时候 他们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 那么恐怕 首先有损于他的自我指认和他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其次我说也会对一个人 对于人类 对于人类未来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责任 而石油能源 石油的能源危机 石油能源的紧缺还不是全部 全部是当大家终于认识到石油资源紧缺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在想办法 总有人说 戴老师啊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我们会发现新能源呢 我说你以为现在才想起来吗 已经50年了 世界所有顶尖级的跨国公司 每年都投入天文数字 用于新能源的开发 50年了几乎没有推进 又有同学说了太阳能啊 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看到风能和太阳能在世界上已经被广泛的使用 广泛的借重 但是第一 风能和太阳能到现在首先是太昂贵 太昂贵 其次请大家知道 涌动机现在不再试验了对吧 因为能量守恒 要创造出能量就要耗能 你们大家如果看到过 我们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 特别是北方那个风很大的地方 你们如果看到那个风能的那个 那个风车 你们就会知道要从风 的能量当中获取一点电力 我们竖起了多少那些 这个金属的风车 我实际上在欧洲很多国家看到那种风能发电区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像到了地狱和噩梦 到处秘密杂杂的那样的这个 风车 而他完全不最多只能完成某一个小区的 生活用电 完全不可能满足工业用电和巨大的耗能需求 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非常乐观的朋友 他跟我同龄 而且是 和有成就的 学术和有成就的一个朋友 我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这么乐观和幼稚 他跟我说 戴景华你真是可笑 水变油啊 我听上去有点像那个点石成金或者芝麻芝麻开门 他说水怎么变油啊 他说水什么构成的 氢和氧嘛 氢和氧哪一种都是能源嘛 我当时不想 我没有了力气再和它去分辨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开始学化学课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吧 氢和氧我们也可以做试验 说把这个水分子重新还原成氧分子和氢分子 可是我们大家也同时知道 我们要耗多少能 才能把它转换成能 于是新能源在被追逐着 新能源在被构想着 新能源在被试验着 新能源在被呼唤和渴求着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如果不发明新能源的话 我们的这一期的文明是石油文明 而石油终结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终结的那一天 这不是危言耸听 文明会终结 并不是说地球就死灭了 很简单 大家知道 欧洲的历史当中有过一个 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辉煌 然后有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 你们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吗 解释之一 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靠 一种能源来维持的 就是砍树 烧柴 当整个曾经覆盖了地球的森林 几乎被砍拔殆尽的时候 这个能源枯竭了 这个文明终结了 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直到煤作为替代能源被发现 再一个要补充的东西是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太阳转化成能 才叫太阳能 树 煤 石油都是太阳能 几千万年 几千亿年的转换 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 大地血管里的血 可是我们在如此短暂的文明当中 就眼见就要把它消耗完了 好 因为新能源尚未被发现 而石油的危机变成了一个可见的事实 于是出现了最近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动向 最重要的变化是 我们创造出一种洁净能源 叫生物燃料 简单的说就叫酒精 就是酒精 我们没有石油我们可以烧酒精 那后面有更多的故事 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讲了 结果美国曾经是使用它的政治军事霸权 压迫全世界 包括中国这个产粮国 同时也是粮食出口国 进口美国的粮食 现在美国不出口了 我们拿它做酒精了 我们拿它做酒精了 不光不出口了 美国和欧洲 还到非洲到拉丁美洲去廉价的购买大量的土地 种玉米 种高粱 种所有可以酿酒的作物 来做替代能源 结果 刚刚实行不到一年 全世界粮食价格飞升 欧洲 非洲和许多千八大国家普遍出现饥饿 粮食安全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非常急迫的话题 粮食安全和食品 三鹿奶粉非常悲惨 但是粮食安全更悲惨 粮食安全指的是如何不让人们饿死 所以我们说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在多多的时间了 我快一点把我的要最后讲的东西讲完 好我说 我们看到能源危机 它将带出一连串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危机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一个节约啊 节省能源啊 寻找替代能源 这样容易解决的东西 和第二个东西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 从年初的这个冰雪暴到今天的凉爽的武汉 到这个非常非常凉爽的北京 我们经历着全球气候的异常 在全球气候异常背后 是整个地球的暖化 地球的暖化 这有太多的故事 只举一个例子 我在 今年在英国的时候 在那个正好看英国的这个BBC的这个 新闻 把它看到报道一个好玩的事 说智利有一个巨大的湖 我现在忘记了有多大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湖 一夜之间干了 一夜之间干了 就是成为了一个 大家都很恐慌的一件事 一个长久的存在的一个湖 我说不要说一个大湖干了 北大卫明湖突然一夜之间干了 大家也一定像做噩梦一样 这款卫明湖其实只是个小水盆而已 结果人们科学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 我后来追踪这个消息 当时只是一个报道 我后来追踪这个消息 科学家很快就发现了结论 是因为在这个湖底下 有千年冰层堵在那 但是全球暖化的结果是那个冰层化 于是这个湖是一个巨大的漏斗 水就立刻从冰层消失以后的漏洞 流到地下水从里面去 那么我想大家也会知道 南极的冰峰崩塌 你们大家会看到1966年 1977年和今年 中国登山队拍摄的 珠穆拉玛峰的照片 前两幅照片当中 白血哀哀的冰峰 现在完全裸露的 这个山岩 所以我说 你如果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你可以说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但只怕如果我们不 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每个人都做一点事 你还没死呢就洪水滔天了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也不可能不关注的问题 这是我说第二个 和这近年来的变化 和中国发生的事情 相关联的一个事实 那么同时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 也可能没关注到 其实跟我们确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去年中国股市飙升 今年中国股市暴跌 今年我所收到的所有有趣的手机笑话 都是跟股市有关 都是跟股市有关的 那么在中国的这种所谓不规则的 暴涨暴跌的股市背后 我们看到一个全球的金融危机 好莱坞 不是好莱坞 华尔街在危机之中 美国在危机之中 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大厦的基石和顶尖 他如果坍塌的话 会把全世界脱下水去 这事实上也是 这是近年来所有局部战争的另外一个谜底 另外一个谜底就是美元保卫战 没时间讲了 就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敌意 或者对伊拉克的际遇 已经很久了 他什么时候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我说是萨达姆亲手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那么是怎么签署的呢 是他突然对世界宣布 我将用欧元 而不是用美元 结算我的石油收入 这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利润 从美元市场上流失了 同时朝鲜什么时候就成了邪恶轴心国 当他宣布说我使用欧元 而不是美元作为我的外汇储备的时候 什么时候一颗美国的导弹就错误的 或者准确的落在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的头上 是中国政府说 考虑把中国的一部分外汇储蓄变为欧元的时候 所以冷战结束了世界格局改变了 除了中国的崛起金砖四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外 是出现了一个整合之中的欧洲 我们没有时间去展开 我说冷战以后整个世界呈现了一种想象力枯竭的状态 好莱坞大片一半 英雄式的大片一半 都以他的想象力的苍白而令我们失望 但是少数的有活力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出现在欧洲 何以如此 是因为欧洲在他们真实的大和解当中 在有效的使用着文化的艺术的社会有机性功能 所以我说我们真的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真的面对着一个地球村 这个地球村不像八十年代 我年轻的时候所梦想的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温情 而是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一损 而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个世界上 中国作为13亿人口之重的大国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区域 作为2008年在西藏事件和汶川事件当中 表现出了一种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向心力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每一个当代人有责任去意识到 我们应该有我们不同的思考 如果中国创造了一个不同的出路 也许世界都能有不同的出路 如果中国的13亿人拖着抱着拉着扯着滚滚的涌上了这条单行道 那它只能加快这个已经没有砸的在悬崖的路上迅速及持的 现代文明的战车 所以我说不论怎样 我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一个更合理的世界 一个让年轻的人类能够延续下去的世界 必然是多样的 多元的尊重差异的 所以我说所有的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的一种东西 它在抹平差异 它在消除多元 它在否认可能性 而在我们很幸运的 差一句话说 来这之前见了一个日本的社会学家 他非常绝望的跟我讲到 最近在日本 越来越频繁 如此频繁发生的就是年轻人在街上 持蟹杀人的世界 他认为非常非常清楚 是跟日本整个经济的衰退 年轻人毫无机会 没有就业前景 没有任何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的事实联系在一起 比较而言 我很卑鄙的 庆庆 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如果说我们很幸运的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中 而且我们很幸运的在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文明历史 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这个国度当中 如果我们第一次在一百年一百年以来在学类斑斑的近代史之后 第一次我们有了一点关于中国人的自豪和自觉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要想一想我们对当代中国和我们乃至对当代世界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开拓 想象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未来不同的生存不同的价值 我经常说我想做的事情很微末 我想让大家知道除了成功者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种精彩的人生 人类曾经恐惧机器人出现终将取代人 最后人类释然了 人类说机器人不会取代人 为什么因为机器人太逻辑太理性 因为机器人永远做最佳选择 机器人永远趋利避害 人则不同 人是怪单 人是不逻辑的 人是荒唐的 人是可笑的 因为人是千差万别的 人是不同的 人们并不永远做出对自己利益最有利的选择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对于人来说 它是超越于利益原则之上 所以不是在唱高调 不是在弘扬理想主义 不是在宣讲乌托邦 而是我们要真实的看到 在中国的欣欣向荣的生机勃勃的 现实之下 有中国社会内部的重重的危机 多重的矛盾 多样的差异 同时我们也要越过中国 看到整个今天的世界 整个人类面临着 现代文明发生以来 空前的大挑战 如果我们用一点流行的说法 说任何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的话 那么我也要用最流行的 最恶俗的说法说 机遇永远属于有所准备的人 所以中国有没有机遇 我们有没有机遇 我们能不能给世界的未来 贡献一点点 我最后想来 我能对得起我自己的那样的事情 是看我们有没有准备 我们有没有观察 我们有没有思考 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勇气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不 很齿于唱高调 我在那样的一个高调的 高歌猛进的 空话大话的时代当中长大 我非常憎恶这种东西 但是我现在会在这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个人 我求我行安 我会做我能做的 同时我也希望能跟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只有当 一种不同的多样性的社会共识 达成的时候 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充满活力 这个社会才是可能有明天的 谢谢大家 我把时间站掉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有个交流时间 行不行 那战略同学比较辛苦 那我们先把这些提问的机会 都给战略同学好吗 因为战略这一场 实在是不是很容易 我真的谢谢战略同学们 有没有问题 好辛苦 您刚刚介绍您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而且谈了很多用您的话说 非常高的话题 那我想请您从一个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万劫不负的浪漫主义者 我认为婚姻的充分必要的前提是爱情 我认为爱情不是奢侈 是充分必要的前提 但是我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我说爱情不是那个花钱月下 爱情是一个承诺 是一个准备用一生去兑换的承诺 婚姻是制度 婚姻是一种制度 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它和所有制度一样有暴力性 有暴力性 但是也证明它是一个制度 所以我们又很难 以个人的身份去和它对抗 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相爱的人 就长相厮守在一起就好了 对吧 为什么一定要婚约呢 但是因为它是一种制度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 那个恶魔诗人拜伦的一句话 当时深感震撼 他是恶魔诗人耶 拜伦 他是以到处的这个 彰化者草而著称的 但他居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幸福 就是婚姻中能找到的幸福 我很震惊 然后我反复思考的结果就是 制度是可怕的 你当你和制度相一致的时候 你就受到制度的保护 当你和制度相对抗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制度的这个对抗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认为就是 年轻到你们这一代 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 婚姻中的男女平等 应该不是问题 可惜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今天这个社会 主流逻辑的重建当中 包含了新的男权秩序的重建 所以女性在种种意义上说 尤其对于城市知识女性来说 她们在经历着一个持续的地位下降的过程 我想这种自觉意识也是必须有的 所以在婚姻当中 我说爱情 承诺 和制度的妥协之外 我觉得是相互的理解 和相互的承担 而同时你要清楚的做出选择 一定是付出什么 失去什么 得到什么 她不会有所谓两头田的甘蔗 所以浪漫的梦想 是不能取代婚姻当中的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就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但是我认我的女性主义 真的是一个乌托邦 因为我认为我的所谓女性主义 就是重要的不在于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重要的是尊重所有的个性差异 有我们承认有强健的男人 有软弱的男人 有强健的女人 有软弱的女人 有敏感的女人 有迟钝的女人 对吧 有爱哭的男人 有从来不流泪的男人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能尊重这个 我觉得是我的女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同时我也觉得 我之所以坚持女性主义 是认为我认为女性主义 男权主义不光加不压活女人 压活男人 对吧 男人必须成功 男人必须扬刚 男人必须怎么怎么称家立业 女人其实在这个制度下有她的空间 对吧 我要不愿意做我可以不做 我愿意做了是我出色 但是一个男人如果不做了 谁会允许他 所以我说 我希望能够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 其实在一个互相体谅当中 这个体谅不是那个一般意义的体谅 就是你明白男人的软弱 你明白男人承担的压力 而男人也用一点心去体认女人 遭受的这种现实 是一个他们男女去体认的现实 大概如果能有这样的前提 我觉得婚姻可以维系 而对于我来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 没有尊重 没有尊严 没有交流 没有担待 那我宁肯单身 这是我的选择 可是单身有单身的代价 所以我说 做出选择 自己承担 各位老师你好 我已经说了一个现象 就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缺乏一种历史纵生感 他们的历史纵生感消失了 我由此想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在如此速变与顺势的历史中 记住继承历史 去完成历史的延续性和成长性 而且这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文化 当然我有点贪囊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批判的存在或对面的存在 会不会使历史 使文化存在有一种包容性和真实性 还有一种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历史记忆和中常 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和区别问题 好大的问题啊 好问题 但是好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当我们有一个意识 我们有一个意识 就是你意识到说 就是这个历史的建构过程 是在压缩历史的重生感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是通过种种途径 去重新找到一种触摸历史 和历史相连接的方式 不一定是确定的途径 因为我认识一个仁文老师 他说我们这代人 统治现缺乏一种 或者遭遇了一种文化的诞识 因为文革把中国的文化割掉了 可是我看到的是 现在的文化把文革割掉了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学期我在北大开电影中的六十年代 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然后呢就是 我当时也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我就说 如果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是地平线终点 六十年代就完全很难了解了 然后我说那六十年代 有一个全球性的偶像叫切格瓦拉 古巴英雄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 然后呢我就说 比如说你觉得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就是很遥远了 很遥远了 确实对我来说也是很遥远了 因为他带领着起义军进入 汉瓦那的时候我出生 所以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长辈 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但是比如说我最近看一本书 是讲这个委内瑞拉查维斯 他最近在访华 和美国之间的石油站的关系 我在看这本书 结果我看到第一篇 他讲到说 一个美国的一个右翼狂人 就说查维斯老说我们要暗杀他 我们干脆就把它暗杀掉算了 他说暗杀他比打一场战争要便宜的多 这很美国 其实这非常典型的美国的那种 霸权的态度 结果非常有意思 他说他的这个观点 被美国的一个CIA的重要的官员 就是背书 他说当然我们不能这样 这太野蛮了 我们不能这样 但是你最后 我先不重复的话 大概你分析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说法是 这个态度是不好的 意思是不错的 我没说完 等我说完 然后再请你回答 但是我接着看了 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杀害切格瓦拉的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的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有那个历史感 你有那个意识的话 你就会发现那些历史根本不遥远 比如文革就是六十年代的历史 他对你 你完全可能一无所知 但其实他跟你不遥远 你今天所有的现实都跟那个历史连接 我说所以首先是一个意识 你一旦有意识你就有那样的眼睛 好你再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 如果批判或者对面的存在是历史 是文化 是否存在一种包容性和真实性 你说过了 很多东西会被腰斩 我还没太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批判的或者对面的存在 会是我们的历史 是我们的文化 我同意 存在就是说 是否存在一种包容性和真实性 有没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 实际上是这样了 我就是说 当你 你说的复杂一点 就是说 所谓批判性 你刚才说他可能会有包容性 我觉得我同意 但是我说的所谓批判性呢 他就教你不光看到别人讲出来 还帮助你看到他没讲什么 或者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样呢就是你的历史事业 就是一个比他给给予的一个更清楚的事 也就是所谓更有包容的事业 我倒不一定认为就是更真实 因为所谓的真实是一个我们不断要去到达 而我们 谁也不能说我们穷尽的真实 还说我的是真的 你的是假的 这个特暴力 这个说法本身就 他谁要这么说你就别信他 我反正我就说我没有告诉你真理 我只是告诉你说 人们都在讲什么人不讲的那些东西 或者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这样讲刚好是让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让我们看到的更多 我们离我们生存的真实状况也许就更近一点 第三个问题 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要把三个元素放在一个讲前来讲 就是历史记忆和中产 我觉得我好失败 结束以后大家没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是从 我知道有联系 但是我想 因为你没有在刻意的讲这个 你是在比较隐藏的讲 没有 其实我是从历史记忆 包括历史记忆 在大陆文化的表象 作为一种切入点 希望能够切入到 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 及其中国中产阶级形成 它所再一次向我们展示的 中国社会的现实 及其它可能带来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用历史的记忆 来唤醒我们的中产阶级 我没那么伟大 我只是希望中产阶级 建立它们更为有效的历史记忆 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 那么下面的同学提问 每个人可以提问一个问题 这样更多的同学的问题 就可以被得到回答 好吗 那位同学 大老师我就问一下 您认为您是混青吗 如果说是的话 那是愤中吧 不是愤青了 不再年轻了 这个问题有意思 因为我昨天收到了我的老师 写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 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成教授 他在写他的阅读史 然后他 其实他用读书的方式写了很多人 结果他写了我 我昨天读的时候又是出冷汗 又是出热汗 最后眼睛还有点潮 因为我一个人最后被自己的老师 就是如此的看重 而且如此的深刻的体认 真的是 就是令人庆幸的一件事 他其中说了大致的这样的想法 他说 他说戴敬华这个人很不确定 他说但是他的不确定 是因为他有一种确定 大概他是说 因为我总 我有一些东西是我不肯放弃的 我执着着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不能够在某些地方当中 停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他就说呢 这个 可能这个戴敬华 他不能够治愈的一些东西是浪漫 然后他画一个括号 说也可能叫批判和革命 但是我想换成你的话 就是也许叫愤青 其实 应该如果你说一定说是 我是愤怒中年的话 大概就表现在我确确实实是 我就是 特别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 特别不喜欢那个看到 一种巨大的社会共识 因为我认为所有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淹没个性的 一种相当暴力的东西 而我觉得我也有能力 也有责任 在这样一种 一种好像很心悦诚服的 但是其实相当暴力的东西形成的时候 发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说的好听一点 叫盛世威严吧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我就说我求我心安 而且我快乐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是作为医学院的学生 我想问一下 你能不能简单谈一下 现在就是中产阶级 对健康的理解认识 以及消退 好问题 好问题但是太大了 我就非常非常简单的谈 我就觉得就说健康概念 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中产阶级的一个 一个核心问题 那对中国来说比较是新的问题 而在世界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呢 我觉得健康问题的提出 它可以在两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呢 就是说它其实成为了一种批判或者自觉 它开始发现我们现代生活 现代逻辑很成问题 很成问题 比如说我们一律追求速度 追求效率 追求成功 追求快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什么叫商业电影 就是节奏很快 什么叫艺术电影 就是节奏很慢 但是快是被崇赏的 慢是被否定的 但是中产阶级 当他们健康观念 健康意识开始出现的时候 他们开始倡导慢 对吧 所谓优雅慢生活 慢食运动 慢走慢 对吧 它是用放缓节奏 来这个表明这样一种东西 同时呢 当健康意识出现的时候 它一个比如说 对自己整个身体的自觉和关注 然后他的这个 比如说锻炼的这种 这种意识 就是锻炼身体的意识 同时他更 同时他就注意到了就是 我们刚才说粮食安全 我没有说另外一个东西 叫食品安全的问题 叫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他开始强调绿色 有机 生态 环保 但是我说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使得 我说中产阶级就是和环保运动天然的连接在一起 天然的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发现他个人的健康不可能建筑在一个自己划定的空间上 他必须在整个社会的一个状态的改善当中他才能够完成 所以呢 这个使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正面的东西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我说这个问题又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了一个 慢慢的成为了一个空中楼阁的阶层 他开始脱离了社会的绝大多数 因为很简单就是有机食品店在世界各地有机食品店的价格一定是超市的三倍 所以他使得中产阶级倡导的健康生活变成了一种阶级身份的标志 而这种阶级身份的标志使他不可能看到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说这又和中产阶级试图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对社会和环境和这个所谓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又相悲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健康这个概念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所消费的特定的一个消费对象 他就是他有有这个意识同时他也消费的气他也消费的气 所以这大概是问题大概是问题 那么所以在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共卫生啊 就在中国如果我们重新就是思考重建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 然后重新把这个健康里面健康生活里面和环保这样的意识变成一个全社会性的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在另外层面上发生的三路奶粉的受害者都是低层 因为说老实话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的孩子们都是吃进口奶粉 所以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慌 可是什么人要吃15块钱一袋的三路奶粉 那么是社会的中下层或者下层 所以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它又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独自面对的问题 而刚好是一个跟中国社会分化的过程当中的社会的相对弱势的群体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重建一种公共卫生的概念 如果重新谈健康把健康真正变成一个有意识的理念的话 那我觉得它应该具有某种革命性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有点革命性的 因为它会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结构 包括具体的比如说医疗服务和这个就医权利的这种保障 和到比如说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食品安全这些层次 我觉得它会它是应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和改变 而且我觉得它会让我们的这种社会的繁荣的局面持续的更长 谢谢老师您好我想问的就是您说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吧 那我想我想问您对于就是第二性的作者 您的情绪有点波动就是声音有点哽咽 您就是说您当时就是很强调了一下就是留下了那些死去人的名字 我想知道让您感动呢 是不是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一个人留下的痕迹以一个历史的成功或者纪念 对于他自己过他的家人更有意义 谢谢 西邦娜波瓦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 但是现在太多的历史材料表明他们的浪漫爱情一点也不浪漫 所以他们显然不再是我的理想偶像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成问题 就是大家知道波瓦是以这个第一名成绩考进巴黎石砖 然后萨特是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那个石砖 但是呢人们永远说西姆纳波瓦萨特的伴侣 对吧 所以我觉得包括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性爱关系 和性爱关系当中的权利 好像始终不太平衡 因为我们看女宾 我会建议你看女宾或者叫女客 波瓦的那个小说 如果你看那个小说你会看到她心里有多深的痛 她像所有的平凡女人一样 她嫉妒她吃醋 但她必须容忍 但她必须容忍 这个著名的浪漫的艺术家 她拥有比她多得多的这个情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再是我的偶像 我不认为个人比历史更重要 但是我认为呢 首先我对抗一将功成万古枯的这种逻辑 历史永远倾听胜利者的高声呼唤 永远不去倾听被牺牲了的弱小者的窃窃私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认为这个成千上万的名字让我们知道 越战这个事情究竟以多少生命为代价 尤其它是美国人 美国人的命多值钱 没有一个越战纪念碑 被纪念着在凝固气游弹 在B52的轰炸之下死掉的越南亭 所以呢这是我说 我一个原因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越战纪念碑 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现代 整个现代学术 有了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用统计数字取代一切 说死亡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疾病发病率百分之三十一 对吧 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我们很难想到 它是一个一个流血流流生命的人 所以你看到好莱坞电影 它经常做这种 不光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做的最好 它经常做这种东西 就是有一两个人物 我们是辨认出来的 它的死惊心动魄 但是还有在枪弹面前 在泥石流面前 在地震面前 一大片我们不认识的人死去 我们根本不能感知他们 我觉得就是统计数字 就是把所有的生命 把它冷血化 把它抽象化 把它删隔化 而我觉得越战纪念碑 它作为一个特例 它让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 在现代灾难当中 多少有血有肉 有名有姓的人死去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提示 特别重要的提示 况且越南战争是多么 荒诞的一场战争 因为当时 你们可以看 那个当时美国 这个国防部部长 麦克 纳玛拉的那个回忆录 越战回忆录 当时美国政府 吵了很久 以微弱多数通过说 这个越共 可能越过边界 到南越去 那么就意味着 共产主义的势力 可能侵入西方世界 非常有意思的是 美国政府当时决定说 我们应该发动 这场边疆之战 越南怎么成了美国的边疆啊 因为是两大阵营的势力对峙 苏联和美国的对峙 越南就成了美国的边疆 结果美国就长途拔射去 几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进入到一个别国去作战 所以这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却是这么多年轻的生命 这个纪念碑就格外的有意义 因为每一场战争都会死人 但是我们说 说到底还是有正义战争 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还是由你到人家里去打仗 还是你守家在地的被人砸破了家门 被人见尖念的妻女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在对于那场战争来说 这个纪念碑就尤其的重要和可贵 所以我不是抽象的说个人要做不宝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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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精神遗产的价值不存在 直接的传承的意义不存在 它大概就是诸多的被挖去了的 当代史当中的一块空白 所以它的意义如果存在的话 可能是通过种种种种变形和扭曲的方式 流传下来的 而且非常有意思我发现 真正亲历那个时代的那一代学生和那一代年轻人 他们后来以更加犬儒主义的姿态去拥抱主流 大概是在那种心理重创之下的结果 有点像68年的这个法国学院之后 那一代人他们最后走向了主流社会 大概有点像 所以那么那一代他们的 如果说他们开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那么他们是不是有一种文化遗产或者精神遗产传承下来 这是我现在没有观察到 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表述 或者说任何的证捧 让我能够观察到这样一个精神遗产的传承 所以大概这是我的感觉 而且如果说这个中产阶级产生的话 我觉得大概它的重要的变化是 使得这样的一种传承将有一个巨大的形变 因为刚才我说 长久以来从文革后期直到九十年代 青年和知识分子至少采取这一种独立的 所谓特立独行的拒绝合作的态度 但是我说新中产阶级的产生 他们是以一种高度的尊重秩序 和高度认同的态度出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 在青年学生当中一种批判的和反抗的和自我组织的遗产 会怎么产生 对我来说是个谜题 我没有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讲座的就是 大家都比较辛苦了 然后讲座时间到了 如果还有问题 他私下也可以问一下 董教授好不好 我说有点不认识 有点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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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个省通常大于欧洲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河南人什么样 山东人什么样 我祖籍山东 然后东北人什么样 我觉得其实几乎可以断定都是偏见 都是想象 而一个地方的人 对另外一个地方人的偏见性的想象 一定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了 我们永远说外面的人有毛病 我举一个小例子开玩笑 我们就发现你发现流感 每个地方的流感 从来不是自己本地的流感 北京流感了就说是叫什么 比如说莫斯科流感 结果我在这个墨西哥城的时候 发现他们正在流感 他们说那个流感叫北京流感 这只是一个玩笑性的例子 说明就是坏的东西 我们永远说是外面的 我们把外面的一个人群 一个巨大的或者小的人群 想成是万恶之源 或者是他们才是所有社会问题的 那个制造者的时候 一定是因为我自己遭遇了什么问题 而我自己的问题不能在我自己这解决掉 我其实说老实话 我确实我认识的河南人不多 我有一个河南人的朋友 是我的大学同学作家刘振云 所以如果你要让我通过他去想象河南人的话 我就说河南人真有才啊 河南人真聪明啊 真有创造力啊 真顽强啊 但是显然他不能代表什么河南人 但是我知道在唾骂河南人的声浪 达到最高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说要做河南人的形象代言人 因为他不能忍受这种偏见和歧视 所以我说我不能去概括河南人是什么样的 而我认为所有的这种偏见是毫无道理的 可是我相信尽管大家知道他毫无道理的 可他仍然对河南籍的人有杀伤力 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明确的规定说我不雇佣河南人 真太可怕了 这是太可怕的一种伤害 社会偏见就是这样荒诞的被制造出来 而他一旦有效 他的伤害却绝不是荒诞 是非常非常的恶毒 所以我觉得警惕一定要警惕这种偏见 一定要警惕这种偏见 而且一定要对抗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玩 就是关于河南人的种种笑话 我有时候也传 结果有一次在餐桌里 我觉得有个故事特别好玩 我就在那说 说完以后结果有一个服务员姑娘砸了盘子 我非常的敬重她 我站起来向她道歉 她是来自河南籍的姑娘 我就觉得 就是说你的这种饭后茶余 你的这种无心的东西 其实可能你在加剧和助推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点事 我们应该是能做到 我当时特惭愧 我就说我怎么这么混蛋 我这么一点点我能做的事 我都没做 我去传播 当作笑话去传播这种廉价的偏见 而且真实的伤害到你身边的一个人 这姑娘很有血性 否则她可能为了捧个饭碗 对吧 她不敢去伤害一个客人 她不敢去指责一个客人 但她真的就把那个盘子摔到地上 所以我就觉得恐怕这也是一个一种反抗的形式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如果我们不是河南人 你就你就小心 可能有一天你到国外去 你发现一个恶名是中国人背着的 到那时候你才意识到那个偏见的没道理 和偏见的伤害力 因为我自己有太多的国外的经验以后 我就知道 我随时随地 你走到哪里 中国在你背后 有的时候她是一个支撑的力量 有的时候她所有的罪孽 她所有的问题 都要你来回答 我原来以为我是女性主义者 我是international scholar 我超越这种东西 你超越不了 太多的东西你超越不了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 而是我说 当你有批判意识 当你要试图超越这种一己身份的时候 那个偏见的力量可能比这要大 一百万倍 所以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自觉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警惕 同时也是我们的自我建设和自我保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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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